好 謝謝 事實上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特別要點出來幾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買酒執政之後 買酒執政之後到底 我們國家的財富公平 是不是趨於公平 這個是一個壯大的一個國家的一個指標 如果叫買酒執政後 如果財務區域告報贏 他的執政算是成功 如果他的財務區域告報贏 如果他的財務區域至此之期間 往來是略負 往來是告報贏的 那麼這個執政是失敗的 是失敗民心的 我們再看看0.8 20元份這個差距 95.32 那麼那支錢又不額 這個單價 但是我们透过一些调整 这个一样的办法做一个这个评论 然后说整个奥尔纳的设计 我们是不可选的 整个热爱的财务人类 是受到财务的一个调控 但是从208到2019 马云朵执政的期间 10%的 比如说马云朵执政之后 用不可选的差距是有的办法 到这一場判断的情络下 整个政府 那所以去带着财务的行为 在我們日本人跟全國人之間天堂與地域 那麼保證 剛好聽出來 社會國家的社會務 誰負責 這位是全國人的社會務者 全國人負責我們國家的社會務大方的基礎 細節提提中事件的社會務大量在台灣人財務大量集數 這位都是在在反應出來 在在反應出來 馬政府是不顧窮人的生活 不顧窮人的生活 整個國家就會陷入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 贫富对立 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个非常 让我们不安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气氛 那么马英九现在已经要连任 开始在努力要去做任务 但是这个努力的连任过程度 如果说像这一种人影最关注的 财富分配的问题 马英九没有能力去处理的话 他是不够格不够格去任总统 所以他没有能力在外交在内政上 都没有能力去处理的情况下 如果他还是要这个去做连任的话 恐怕就像国民党 他们自己内部对他的评论 要自求多福 连国民党内部都不如法 去对他做强力的推销 我再来补充一下 这个军功效加薪 这个军功效加薪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议题 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议题 政治议题当然国民党要巩固他们的票源 巩固他们的票源 那么这个是政党政治里面 最恶劣的一个示范 用这种 我们也有这种 产向买票的一个方式 来做政治的算计 这个党团这边是无法接受的 那么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就是经济的议题 军功效加薪到底对台湾的总体经济的发展 是政变是负面 如果说国民党不能说服全民 说军功效加薪会带动全民加薪 如果军功效加薪 是变成这个全民 有一部分的人要因为物价上升 要因为其他的所得的话 那么要付出更惨重的一个经济代价的话 那么这个政策对国家是独立 所以国民党要去做 这个军功效加薪之前 必须要税务立法院 必须要税务国人 军功效加薪是不是 更同于全民加薪 如果不是等同于全民加薪的话 这个军功效加薪 将会是牺牲部队的人 那么让国家更限入 我们所提到的贫入之间的一个战争 更加了社会更高的一个对立 相对剥夺感 就会更行恶化